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个礼拜我跟文胜两个人 上科医院都没有那么的高 其实大家都很忙 而且文胜最近 龙体欠安 感冒在家 让痛风 刚好问他说你还好吗 他说差不多了 我就问他是哪一种差不多 还好他是差不多好了 是差不多快挂了 那这我为人很细烈 我们已经有七集了 还有三集 那其实都非常的精彩 那今天文胜要为我们讲的是 人人都有高效能 那三个主题都非常的精彩 我觉得说如果你是做行政的导师呢 应该非常的受用 一个是照片的批字处理 那另外一个是 资本的成果控告反生器 另外还有一个云端合作的工作术 我不知道文胜等一下 会有没有照这个讲 但是呢 我觉得说不管线上几个人 我们有时候电影 票房不好没有关系 但是DVD卖的好就好了 我们在那个YouTube上面的 点击率还蛮高的 那我们谢谢文胜 这几次来的支持 虽然还在蹭蹭蹭 不过希望等一下 我们都可以进行顺利 那不要看职棒 现在先看文胜的那个直播档 好文胜请 好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上课了 今天讲的那三个主题 原则上就是按照那三个主题 那我就把画面分享出去 好那现在应该大家看到我的画面 今天的三个主题 第一个是照片的管理 那因为照片的管理 跟我等一下讲那个成果册的制作 会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按照那个顺序来 首先照片的管理 我会建议大家就是用的 我们会用那一个叫做XNView 这个 那它是一个免费的软体 我的习惯大部分都是会用一些免费的软体 或者是自由软体 那因为毕竟在学校教育单位 如果你还在用那个什么ACDC 像那一类的软体 大部分都是分享软体 或者是要付费的软体 那如果说你用付费的软体 其实有付费就还好嘛 那没付费就还是比较不好 那所以我会去用这一家的产品 这一家产品 XNView 那各位这边都可以直接下载了 直接下载 就在这个地方直接下载 那如果你把它执行起来的话 它是装好之后是像一个眼睛这样 那我们把它执行起来之后 会长这个样子 好会长这个样子 那左边会是那个树状目录 那右边呢就会是预览的样子 那通常我们以前找照片的时候 就是我们常常要找照片 如果是缩图很小的情况 通常就比较不容易找到 我们这个年纪眼睛都蛮花的 那所以通常我会把那个 缩图的大小这里 这里是可以改的 就会稍微把它改大一点 方便我们眼睛不好的人 可以做搜寻 好那再来就是 我这里面我会讲几个 比较重要的功能 首先如果你是 不管是行政还是班导师 你会常常需要开会 那常常需要开会的时候 有时候在还没开会之前 校长可能会要求你就是 把一些平常的成果啦 或是一些照片 播放给家长会长看 或是播放给家长看 那如果你平常没有在做影片 或者觉得影片很花时间的话 其实这一个是蛮好用的工具 先介绍一个Peple啦 就是通常我们要播影片 给人家看的时候 以前都要用威力导演做影片嘛 那可是如果你有这个软体的话 其实随时就可以播 播那个影片或播简报 然后不用做任何的影像剪辑 那我就做一次给各位看 那比如说 我这边都是那个放照片的地方 那也请各位就是 如果你做行政 你接大量的行政 你应该会有这样的好习惯 就是我们会把这个照片 都用资料夹放 然后前面可能就放日期 后面就是那个 照片的活动的名称 活动的名称 这样子你就会很好找照片 很好找照片 然后再来就是 当我们要做那个播放的时候 做照片播放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把我们要播的照片 把它全部选起来 假设 假设这里 全部把它选起来 那选起来之后呢 其实它这里就有 类似投影片播放的功能 投影片播放功能 那当你点下去之后 它这边呢 这边就是你刚选的所有的照片 那如果改顺序的话 就在这个地方直接 直接去做上 往上或往下的动作 就可以做排序 那如果还要再加其他照片的话 这边也可以再加 然后每一张照片的播放时间 然后这个重点是 如果你还要播放音乐的话 这边就可以直接打勾 那打完勾之后呢 这里就是去选你 要放的音乐档在哪里 那所以我们通常大概就是准备个MP3 好准备个MP3 我放桌面 好 所以你就去把你的MP3选起来 选起来 那当然如果我们是公播的话 在学校当然是要注意 那个播放版权的问题 好 所以实际上 在这里你要播 播那个投影片播放的话 其实就是选好照片 选好音乐 然后直接按开始就可以了 好 那我就播放给各位看一下 好 所以当你那个 按开始之后呢 它就会 开始针对你 刚刚选的所有的照片 去做投影片播放 好 那你完全都不用再去做影像的剪辑 好 那也有音乐 也有音乐的部分 那而且它在播放的时候 我把它暂停 各位看一下这边 这边会是显示它的档案名称 好 刚刚上面那个地方会显示档案名称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 如果你在 你这个照片在播放之前 你有把它 把你那个照片说明 打在档案名称的地方 那其实在播放的同时 在播放的同时 你就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地方 就是活动介绍 就是活动介绍 好 那所以 这个是最简便的 最简便的 就是我们 只要平常有 有放照片的习惯 有把它整理照片的习惯 然后有准备一个 几手的MP3 在电脑里面 那其实随时要播放像这样的东西 都不用另外再做剪辑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用 第一个要跟各位做介绍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 好 那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功能 如果说你要 你要把一些设定存起来 比如说刚刚 刚刚这一个 刚刚这一个播放的内容 我如果要把它存起来 那这边会有一个储存 那它储存的时候呢 它会存成它的特殊 特殊档案的格式 SLD 那所以假设 我就给它随便取一个名字 我放在桌面 按存档 那桌面就会有这一个 类似以前的 Auto Execution的那个批词档 那所以以后你只要播 同样要播这一段的影片 你就去桌面上找到 刚刚那个 那个存好的批词档 就可以了 我存到哪里去了 桌面 刚刚没有存 所以你就其实就是去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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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把它存 存错地方了 好 我点一下桌面了 好 我如果把它存在这个地方 取名叫做11好了 11 好 存档之后 那你桌面就会有一个 类似这样的一个批词档 在这边 在这边 那以后你要播 刚刚那一段设定好的东西 你就是直接点两下 它就开始播 就会开始播 那所以这样子 也不用任何的剪辑 而且它 它这个档案非常的小 因为它只是一个捷径 一个设定而已 一个设定而已 十点多K而已 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或者是就是说很临时需要的时候 用这种方式可以直接播 这是第一个我非常建议的功能 那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我们讲到批词改档名的部分 那因为我待会会用到那个功能 所以我在这边就直接 直接先说明 假设这是同一个活动 那我们通常在存档的时候 也许说这个之后 可能要把它放在成果里面 那放在成果里面 贴照片的时候都会需要有照片说明 照片说明 那以前我们会拉word档 然后一张一张贴照片 然后一张一张打说明 但是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不这样做 因为那个很浪费时间 行政人员已经很辛苦了 那所以为了要这个 节省多一点时间 让你的这个生命 比较有意义一点 多陪陪小孩 不要让小孩 因为同性恋或其他的原因 去搞自杀或杀人之类的 那所以我们需要 真的需要很有效率的工作方式 那我先讲一下 这个档案怎么整批改档名 那首先就比如说 我先把我要改档名的那些照片 把它选起来 我就比如说选这些好了 那选好之后呢 它这边工具里面 就会有一个批次重新命名 这边 那这个批次重新命名 你把它点下去之后 这边会有个命名范本 那这个范本呢 警字号就是 它会自动产生的编号的部分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不要动 那前面这个字是可以改的 前面这个字是可以改的 比如说 我这个是台东的SCA的活动 那我就直接把它改掉 你就把前面那个英文字的部分 把它改成你要的英文字 或者甚至加上日期 然后后面那个警字号 因为它待会会自动产生编号 所以你就不要去动它 但是你可以多几码或少几码 假设你要少几码就删 少一码你就删掉一个警字号 好那这样子就可以把那个 等一下自动命名的名称把它设定好 设定好 然后呢 再来就是 这边是你刚刚选的那些档案 所以你可以看到 原先的档案名称是这样 然后如果 如果你当你按重新命名之后 它会改成这样 那你能不能接受 如果可以的话呢 你就直接按重新命名 按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你刚刚 刚刚选的这些档案 档名就全部都改掉了 而且它的那个 它这个名称 它这个名称后面的编号会自动排 自动排 就自动排序就对了 那所以这样子就会 把所有的名称一次改好 那为什么要 讲这个 因为第一个 如果是刚刚的播放影片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自动投影片播放 然后当你按开始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上面 就会有解说的文字 就是那个活动的名称 活动名称就在上面了 那所以 这样子就不用再另外打 那个活动标准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我待会要用的 待会要用的 好 那 我直接套一次给各位看 我们等一下第二个项目 要做的是那个成果报告的 产生的方式 那成果报告要自动产生的话 第一个就是要把这个 档名要改成 你的照片的说明 档名要改成照片的说明 好 所以这个是待会的第一个步骤 好 所以这是第二个很好用的功能 批次改档名 然后再来 当我们在贴那个成果照片的时候 你会发现当你贴到word的时候 如果你的每一张照片都是单眼拍的 每一张照片如果都是单眼拍的 你会发现那个档案非常的大 三千多乘两千多 这个都是单眼拍的相片 那档案很大的情况 如果贴到word或贴到这个简报 你就会发现 那个你的简报跟word都会很荡 都会变得很荡很慢 那所以通常我们如果 这些照片是选来要用的话 我通常还会再做一个动作 在工具这边 它有一个叫做批次 批次转换 批次转换这边 这个功能它可以帮你做一些 就是整批整批档案的一些 比如说照片大小的转换 那为什么要转换照片 因为这么高的解析度 只有在印刷的时候 就是当你去送大图输出 或者是送照片输出的时候 会需要比较高的画素 那可是一般我们的成果报表 成果报表那个一张A4 然后两张照片这种情况 通常大概800x600就够了 不需要太高的解析度 而且当你如果是用单枪 投在荧幕上的话 那个大小大概也是1024x768 照片就已经蛮好看 就不会太差到哪里去 所以实际上 这种3000多乘2000多的 真的是只有在 你要做那个印刷输出的时候 才需要这么高的解析度 那所以我们为了让你的文件 能够档案小一点 然后开启顺畅一点 或者编辑顺畅一点 我们通常会把它缩尺寸 那你要整批缩尺寸的时候 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我一样把它 我要改的部分的档案 全部选起来 那选起来之后 我改多一点 选起来之后 一样就是选工具的批次转换 批次转换 那批次转换里面 它有一些选项 第一个就是 重点就是在这里 转换这个页签 那我们通常会在 调整大小 这个功能 所以你看到它很多功能 这里非常多的功能 包括一些简易的影像处理 那我会使用调整大小的功能 把它加到右边 就表示我要启用这个功能 然后这个每一个功能呢 它会有一些细项的设定 那像这个调整大小的话 你可以设定说 我要不要维持比例 那如果维持比例的话 我就只要设定宽度 或者高度就可以了 假设我都把它改成800 那我就把800打进去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就可以不用打 因为你这边是维持比例 好 那当你设定好之后 你直接按开始 然后呢 因为我现在是设在同一个资料夹 所以他会问我要不要复写 我把它取消一下好了 我应该刚刚先 输出的时候 你可以选另外一个资料夹 不好意思 好 我现在把它输出 选在另外一个资料夹好了 所以我在桌面先 新增一个PIC 好 那回到刚刚这边 我在做工具 批次转换的时候 批次转换的时候 选调整大小 然后800 很比例的 然后呢 这个 一般 一般这边 这边有一个输出的资料夹 如果你不想盖掉原始档 因为原始档应该还是要留着 万一哪一天 你要做大图的输出 你要做大型的海报 那就会 需要用到原始档 那所以我们在输出的地方 把它选一下 选到刚刚桌面的资料夹 PIC 好 那确定之后呢 你就按开始 它就会帮你把全部的档案一起做处理 速度蛮快的 速度蛮快的 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去 可能喝个茶来休息一下 它其实马上就很快就好了 那它做好的部分 它做好的部分 其实我们刚刚就存在这边 所以这边你把它打开 这边就会是处理过的 处理过的大小 所以你去看它的内容 它就会变成800x600 就是我刚刚设定的大小 那这样的图案 将来你在做影像处理 不管是贴到Word 还是等一下我们要用的那个做成果的软体 它就会跑得很顺 比较不会当掉 那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很好用的功能 第三个很好用的功能 就是批次改大小 批次改大小 这是我最常用的三个功能 那另外提一下 就是说一般来讲 以前我们在Word的资料夹里面 如果说你的照片 有那个 因为我们有时候拍直的 有时候拍横的 那拍的照片可能就会有直的 有横的 或者甚至颠倒过来360度的 那这时候如果你在Word里面 你要旋转的话 你比较麻烦 就是要一张一张去点 然后向左转向右转 这样很麻烦 所以我通常会在这边做处理 我可以一次去挑选 我要拿几张是可能要转的 我就把它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 这边直接会有一个 顺时针跟逆时针 我就直接点一下 就大家一起转 它就会全部一起转 就会全部一起转 所以这样子就会很方便 很方便你做那个影像的整理 照片的整理之类的 照片的整理 就可以全部一起转 这也是一个蛮好用的管理功能 那这几个都是我最常用的管理功能 那其实它以前 它还有做像那个缩图表 当我有很多像这样子 很多资料夹 很多照片的时候 其实我以前还会印一张那个index 就是缩图页 所以你也可以在这边建立缩图页 举例来讲 建立缩图表 然后你就看你一张A4的你要几篮几列 你就把它设定好 然后按建立 它会直接变成一张index 就是你去 去相片行洗相片的时候 它不是会给你一张那个所以吗 就会长那个样子 就会长那个样子 好 因为我选比较多张 所以它跑久一点 好 那它建立出来的那个index 它是 它也会是一张影像档 会是一张影像档 所以我通常就会把它印出来 然后放进资料夹 那以后我就算电脑没有开的时候 我一样可以翻那个资料夹 我就知道说 我这个活动有哪些照片可以挑 这就是所以 所以 好 它如果超过一张 它就会做好几张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蛮好用的功能 那还有就是 它这边有一个叫做网页 以前我们做网页比较没那么好做 那在以前那个时代 我们做网页会是用手动的方式 那这里呢 它可以建立那种相片网页 那相片网页它可以直接 相牵在你的网页里面 或者是你把它写在光碟里面 加一个那个光碟自动执行档的话 你这个光碟就可以当作类似毕业光碟 那以放进光碟机它自动就会跑出来 那它做的网页就会长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你选了之后呢 这个标题就是你那个网页的标题 然后这是你输出的地方 我再来开一个资料夹 桌面 等一下我把它存在这边 所以我可以把它的那个输出 网页的输出存在桌面的2 那当我按确定之后 按建立之后 它就会把刚刚我选的那些照片 直接建立成网页的模式的格式 建立成网页的格式 那建立好之后 你就可以用网页的方式 去看那个缩图跟原始图片 原始图片 好 那所以做毕业光碟那时候 其实用这一个也很简单的 那当然现在有很多那个 可以套版的网站 那就直接把照片丢进去就可以了 但是做光碟这个还蛮不错的 好 那它做好之后 他会问你要不要直接开 直接开 那我就直接用克隆游戏器开 好 所以开出来就会像这个样子 好 它左边会是那个缩图 左边会是缩图 然后 好 缩图没有出来 然后你点点这个图的时候呢 它右边会直接出现那个原始图档 直接出现原始图档 也没有出来 我不知道会不会是那个中英文的关系 好 那反正功能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那反正功能大概就是这样子 左边是说图列 右边就会出现那个原始图档 所以你只要点哪一张 它就会出现那一张的原始图档 好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个是它另外一个蛮好用的功能 那至于那个其他的我就不讲了 因为就比较跟我们没有相关 我用软体通常都是这个软体的某一个功能很好用 那我就捡起来用 那其他的我就不大会去研究它的功能这样 好那所以管理照片的部分我就先讲到这边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管理功能 好 那这个部分我想各位应该没问题 好 再来呢 我们要讲到第二个部分 这个部分有做行政的 大概你就要注意听一下 这个我们去年有开过课 那这个软体呢 叫做Photocap Photocap Photocap 那它是这个应该是台湾人做的软体 那教育用途 个人用途是免费的 免费的可以使用 那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直接下载就好 直接下载就好 那它6.0版已经有一阵子没有更新了 但是还是蛮好用的 那我就直接启动给各位看一下 好 你会觉得它有点像非常好色 那可是它的我觉得啦 它的那个等一下我要介绍那个功能 非常好色没有 就是我们会利用缩涂液的方式 来做我们的成果报告 然后另外其他的像 那个洗大头罩 它这个有做好的版 或者是蒙太奇的拼图方式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流行桌游 它可以做Photocap 它可以做Photocap 那至于其他的 我倒是觉得非常好色 比它好多了 比它好多方便多了 写真书的话 写真书的话我们这个也蛮呆版的 那个非常好色也有 但是其实最新的写真书 我们都是用网路上的 这个也顺便跟各位介绍一下 现在对大家的叫做建豪 这一家好像就是之前新闻报导 那个年终送跑车的 送跑车跟国外旅游的那一家印刷厂 那其实现在我们像要做那个毕业纪念册 或者是你自己平常的生活照要做成很精美的那种金装版的版本 做那个婚纱拍婚纱摄影的那种那种照片 或者是一些文宣的DM 其实我们现在都在网路上做了 尤其像我们花莲 可能印刷厂没几间 又那么贵 它不是很方便 那这个东西就很方便 它有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产品 它的产品 很多东西 不管是你是平常用的海报 甚至布条 T恤 帽子 等等 或者是什么日历 月历 贴纸 名片 各式各样的 包括什么杯垫 扇子 它们都有在做 那你只要把那个图发过去给它就好了 那以我刚刚讲那个毕业经验册的例子来讲 它们这边是 这边 比如说 书 它有各种各式各样的 比如说 那个 这是信封 个人化的东西 这些你看一堆 平常你外面可以看到的那种文宣 文创产品 它们都有在做 都有在做 那 它的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它都是用 用HTML5 就是用网页的方式 你只要把图丢进去就可以了 你看我找另外 这个页面我就不知道从哪里进去 我找另外一个界面 这边 建豪云端数位网 从这里进来 那你会发现它的商品总览非常的多 你看什么都有 DM 包括那个执展架油画 做成油画或者是做成明信片 然后桌立阅历 我们布兰克之后可以做桌立 然后像 像那什么滑鼠店也都有 然后大型的海报 手拿旗帜活动的背心 什么 它们通通都有 通通都有 那一般我们 像我刚刚讲的毕业纪念册 那个大概就是相片书 相片书 那它的做法很简单 你只要在这个网页上去 去选 比如说假设我现在要做旗舰开始制作 然后呢 你就选你要的size 比如说直视A4 然后后板蝴蝶叶 然后就选一个风格 好 假设我要这一种风格 点进来之后 你就直接给它一个 你的档案名称 然后就开始制作 它就会把那个 整个制作的版面叫进来 连安装软体都不用 那早期的还 还要下载一个三四百Mega的软体 下来安装 那电脑太烂的还跑得太慢 那现在这云端的方式 你连手机平板都可以去制作 我这边今天的网路好像比较慢一点 好没关系 就大概是这样子了 那所以你只要先把你的照片 照片从这一个地方丢进来 然后它就会呈现在上面 然后这里就可以编你的版面 按边板面只要把图拉进去就好了 好 这个是刚刚设定的那个 那个版的页面 好那所以我就选我要放照片 好 看来我的网路有点荡 有了有了 好 本期照片嘛 你就把你的照片把它丢进来 好我就直接用桌面的 就直接开启 它就会直接把它丢在这边 那你所要做的就只有加图片跟加字 或者改版面而已 好 那比如说这个封面我就直接拉进来 它就用这张图 它就用这张图 这个图 为什么不清楚 因为这个图是我们刚刚说图说过的 好那你把它摆进来 那如果你是原始图档 大概就会就会蛮清楚的 好 然后你就可以翻面 翻到下一个板面 那这边呢 一样就是很简单的 直接把你想要的图拉进来 想要的图拉进来 就可以放在你要的格子 它自动会产生 那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这样 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 然后换下一面 那如果说你想换板面 这边可以直接更换板面 然后你就选一个你要的板 比如说我要满板的 我就点这个按确定 它这一页就会改成满板 就改成满板 好 那当你把就是图都加好了 你也可以加字 加字 那都改好了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在订购这边 去操作订购的部分 那你操作完订购的流程 然后信用卡付款之后 那没几天就会寄来了 没几天就会寄来了 所以我会蛮喜欢这样的东西 所以那个雪真书的部分 那其实可以有很多客制化的部分 那包括我们平常的生活照 也可以在那边处理 好 那个都是题外话 我们现在回到 回到我要做成果的第二个部分 好 那刚刚我们已经把那个照片 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个照片 这照片已经改完名字了 对不对 改完名字了 而且缩图也都说好了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要把它直接产生成果怎么做 那它会需要一个模板 就是我们A4成果的那个模板 那我有先做好一个 那我等一下先示范怎么样套版 让各位可以看到它的威力 然后之后再跟各位讲 怎么做那个模板 好 那所以呢 我们的步骤是这样子 就是直接按那个缩图页 因为它是缩图页里面的功能 然后做一个新的编辑 然后这里是它内建的一些板 那我如果不要它内建的板 我就直接去选我的板 所以我就选显示资料夹 然后我的内建的板是在桌面 桌面的素材里面 这边有一个做好的板 那你就把这个板直接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 它就是像我们平常做 做那个成果的板 这个事先设定好了 前面就有一个抬头 然后这边就是放照片的 就是一页有两张照片这样 那你板放进来之后 接下来要做的就简单了 就是把你要的照片全部丢进来 好 所以我就从这里呢 载入照片 好 那照片一样刚刚在桌面上 用桌面的2这一个好了 不是2 是PIC 好 我就选照 桌面这些照片 那这些照片都是我刚刚改好 改好档名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 如果说 你想要每一张照片有不同的说明 你要在会进来之前 去把那些档名 就是直接改在档名上 把照片说明 直接写在档名上面 好 那我就直接 我直接选十张好了 选十张 那我就放加入照片 那你会发现 当你放加入照片 然后按OK的时候 哇 它这边就直接帮你产生 这十张照片的成果版 第一张第二张 第三张 第四张 第五张 而且呢 有没有 各位有发现吗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档案名称 直接已经在上面了 那所以说 如果你这个档案名称 当初你是打那个活动名称 然后或者是加上简单的说明 它就会直接 直接你看连说明都不用打 直接就有照片加说明 这样子 这样就五张 刚选十张照片 那就五张成果 就全部做好了 全部就做好了 那全部做好之后呢 那我就会通常习惯把这五张 把它存起来 那存起来的功能是在输出缩涂页的地方 我先去开一个资料夹 好 这个资料夹就做三好了 等一下我把缩涂页存在这边了 所以我通常会把它全部选起来 然后直接按输出缩涂页 那因为我们刚刚有降解析度 降到800乘600 所以它这边会显示解析度不足 那其实成果的话是够用的 如果你是印成果是够用的 那如果你是未来要做那个很精美的手册 那你就不要去降解析度 所以就直接输出 然后他问你要输出存到哪里去 那我存到第三的资料夹 好 那档名看你要不要改 不改就直接按输出 他就会把这五张全部做输出 这五张会全部做输出 那如果说你的图都是用原始档 档案很大 这边要注意哦 它就比较容易档 比较容易档 就是如果你没有先缩涂的话 好 那输出好的 就全部在这边 这五张就是成果照 成果的那个 它是用图档的方式储存的 所以未来这五张我要怎么印呢 你就是下班之前 那个喷墨印表机 全部整叠纸把它放好 然后你就把它全部选起来 直接用Windows里面的列印 Windows里面列印 然后选全页 全页相片 然后这个画面填满这个拿掉 不然它有时候会跑出去 好这样子就直接送印表机 那如果你希望要印五份 对不对 那成果有时候要印三份五份 你就这边直接写五 这样 直接送列印 你就可以回家了 然后隔天来呢 它就全部都印好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看那个整个产生的过程 只有不到十几秒的时间 那如果你要开握的 慢慢一张一张贴 慢慢一张打说明 可能要天荒地 所以这个工具对我来讲 非常的好用 那其实我也都这样子处理 这样处理 那至于那个旁边 会有这个毛毛的 是因为我这个板 有加了一点遮罩 就是这个遮罩外框 加了这个东西 好 那所以你会发现 未来要做成果 你只要像我一样 把照片整理好 平常就像这样子 有整理照片的习惯 那你要做成果之前 就把你要的那些 选好的那些照片 你把名称用那个 把照片说明 或者活动名称 你把它直接用 批示改档名的方式改好 改好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来这里 来这里做 做套版的输出 好 好 那 这样子很快就可以 把你的成果给做完 好 那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板 那个板怎么做 那个板就其实很简单了 几个步骤而已 首先就是建立缩涂页 建立缩涂页 然后一样是新的编辑 然后呢 我就不选择 这一次 因为我不是用那个原有的模板 我是直接 直接做一个新的模板 所以我就直接进入新的编辑 好 那这里就是要注意一下它的设定 首先呢 我的纸张一定是A4的 所以我这里要选A4 选完之后呢 这个缩图数量就是你这一页A4里面 你要几张照片 那所以 以我们刚刚的格式呢 就是一行两列 就是两张照片 那如果你是一张A4要六张 就是两行三列 然后缩图跟缩图之间的距离 就是两张图中间的距离 那这个部分 我就会把它设大一点 但是也不用太大 这经验值 好 那这个就是板面 就是那张A4的板面的天地 上面我们会留宽一点 因为上面 我们要拿来放那个抬头 所以上面大概400500个pixel 500个点 然后下面呢 就可以跟旁边差不多了 就是200 200个点左右就可以了 好 那你这边设定好之后 这个是板面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档名 这边很重要的就是 因为我们待会在做那个照片呈现的时候 下面不是会有那个说明文字吗 那个说明文字其实是它的档名 那为什么它可以显示那些字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让它显示档名 但是副档名要不要显示 副档名点JPG不要 所以我把狗狗拿掉 所以重点是这个档名要显示 那至于显示档案的名称 那个文字的样式 就是你会出现说明文字的 那个档名的样式 你就可以去选你要的字体 然后字的大小 字的大小 然后字的颜色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些 简单的设定 然后这是要不要自中对齐 还是从左边开始 选好之后直接OK 它的这个板就跑出来了 那你现在剩下唯一要做的就是 抬头跟美化的部分 所以我如果要加抬头 我按这个T 点一下 然后看你要用哪一种字 比如说我用这种字好了 它就会出现在这边 那字就打在这里 比如说 这是一排 如果要一排的话就打一排 如果要第二排呢 Shift加Enter 下来第二排 你就把它打上去 打上去之后它自己会出来 出来之后这个地方都还可以调整 你可以调位置 然后或者是拉那个大小 还可以改 那你就把它改好就好 改好就好 那所以以后 当你这个版出来之后 你要每次的成果的名称不一样 那你就是点两下把字改掉就好了 比如说这一次是破乱课 研习成果 下一次是什么行动学习 就把字改掉就OK就好了 那个字就会抬头就会改掉 那照片呢 其实这时候就可以 这个就已经是一个完成的模板 那完成的模板 你只要把这个档案 储存模板 把这个模板存起来 存到你自己找得到的地方 然后给它一个名称 成果模板之类的 按OK 那你下次要套模板 你就直接来这里用就好了 那如果说你要进一步 像刚刚有做那个遮罩 对不对 那你这个下面有遮罩外框 什么照片 这些都可以用 那用的方式就直接 拉进去放掉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你现在没有照片 所以你拉进去放 看不出效果 所以你可以先丢两张照片进来 因为照片放进来之后呢 你才可以看到它的长相 那个模板的长相 比如说这个样子 你把它拉过来放掉 它就会多一个这样的框 如果是这个 它不管是模板还是遮罩 它就是只能套一个 只能套一个 只能套一种 它没办法套第二种 第二种就会把原先的盖掉 包括那个遮罩也是一样 就变这样的遮罩 好 那反正你就挑你喜欢的格式弄好了 那包括那个这个板底下 这个板的绘图页 这底下也可以加 加那个底 可以加底 在板面这边 板面底色你还是可以选其他的颜色 然后列印其他的颜色 然后有一些花纹之类的 好 所以你设定好你的板之后 你其实就是把它存起来 就是储存模板 这个叫模板 那存模板的时候 照片不会存进去 它只会把那个设定存进去而已 这样子模板就做好了 那套用就我们刚刚说的流程 所以未来你要用的时候 就是很简单 就是一样 说图 新的编辑 然后就去选你的模板 然后OK 模板进来之后呢 就改一下字 改一下抬头 抬头改好之后 照片丢进来 看你要几张 你就丢几张 尽量丢不要客气 因为这个不花我们时间 然后按OK 把它就自动产生所有的成果档案 那你直接列印也可以 我会习惯把它输出缩涂页 通通丢在这里 丢在那个缩涂页里面 2 3 丢在缩涂页里面 然后要印就直接全部选起来 送列印就好了 这是最快的方式 好 那这样应该可以减少大家 做成果的时间 而且其实我们教育处 对这个成果 其实你们办活动 交过来的成果 其实说真的 我们没什么在看 只要有东西就好了 那除非是说那个年度 比如说教育部来访试 我们就一本一本摆出来 或者访试委员来访试 我们才会一本一本摆出来 那这时候他们才会 才会仔细的看 不然平常其实 真的你交上去 大概没什么人在看 有交就好 所以至于你要做多美 就是 其实我觉得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除非你有特定的用途 这是第二个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 我想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 也就是Google共作的部分 Google共作的部分 Google共作的部分 其实我们经常会用到 就是不管你是 握得文件还是试算表 还是简报 或者是那个表单 它都可以共作 甚至是新制图 它都有共作的功能 那共作的功能其实就是 你把这个文件 打开之后 在那个云端的文件里面 它右上角会有一个 共作的功能 所以现在其实很好分工 以前不好分工 因为 你要把文件的时候 你要收集大家的资料 其实非常不好处理 必须要大家一起开会 或者有一个人专门打文件 然后大家气嘴八神 然后他打半天还是漏掉很多 所以其实我们会喜欢用 用这种Google文件 然后做这种共用的方式 那开会的时候 就大家都把 就是直接 有一个主办人 开了一个文件之后 然后直接共用 然后把大家的那个 公用之前要先存打 先给名字 然后共用给名字之后 你就启动共用 然后把他的电子邮件 把进去 按传送 这样子它就有那个 共用的资格了 它就有共用的资格 然后这边可以决定 刚刚那边可以决定权限 好 那所以这个是 对这一个 我两个账号 对这个CWS来讲的话 它是文件的主要的拥有者 对刚刚那个Office 852-4663来讲 对另外一个人来讲 他会收到一个共用的文件 他会先收到信 信里面会说有人要跟他共用一份文件 那他也可以直接在那个与我共用这边 就会出现这一份共用的文件 那你把它打开之后 这两个人 同时都可以编这一份文件 所以他的共用的人数应该 8个10个我们试过都还蛮顺的 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两个颜色应该会不一样 因为我是同一个同一个那个账号 好 那所以你会发现 当我左边这个人 这个叫Office 852-4663 这个叫CWS 这两个人 好我在左边在直接打字的时候 你看右边 右边会看到 邱文胜那个人在打这些字 那同样的你这个人 你可以做一些 你也可以打字啊 你也可以做修正啊 那它会编辑的都是同一份文件 所以大家可以把意见都写在这边 所以我们要收集意见 或要开会的时候 通常我们就是会给一个表格啦 给一个表格 然后那个或者学生合作学习 A就打在这里 B就打在这边 C就打在这边 所以这样子就不会互相干扰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最后大家都收集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共用的一个蛮重要的方式 不管你是合作学习 还是跟其他老师共用 或是要讨论事情 或是研习的时候 有人可以在这边提问题 然后呢 我们一边研习 可以一边边这边做回答 那最后呢 这形成一个大家共同的笔记本 或者是笔记都可以 都蛮方便的 那除了这种方式 除了这些很好用的共用方式之外 其实我的 各位如果看过我的形式力 这我们是非常推荐在行政的部分来做使用 这个形式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因为它除了电脑这边可以同步 而且可以跟你的手机 手机同步 手机平板都可以同步 而且呢 它因为那个手机会 你随时都会带嘛 所以你的 你这边会有一个通知的功能 所以换句话说 你可以新增一些通知 比如说一天以前通知我 或者是 一个礼拜以前通知我 那你就会有小秘书 你就会有小秘书 到时候手机就会想 拿起来看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所以这是非常推荐的 小秘书的功能 尤其像大家这么忙 那再来就是 形式力它有共用 它有很多 所以你会发现 每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个形式力 比如说 我们教王的形式力 在我这边是蓝色的 那我如果不想看教王 我可以把它勾勾拿掉 那个蓝色就不见了 就只剩下我的形式力 所以你可以跟很多人共用日历 那你就很容易跟人家沟通说 哪一天有什么事 哪一天谁在 或哪一天我们活动要出去玩 那一天大家有没有空 那共用方式非常的简单 就是你可以在这边直接建 就是你那个单位 只要有一个人开一个新日历 然后你去那个日历里面去做设定 比如说共用此日历 然后这边呢 你就可以把它的日历 把它的电子认打进去 然后给它全线 给它全线 按新增之后 它就有办法共用你的日历了 它就可以共用 就可以看到你的日历 或可以编辑你的日历 然后我们在 我们在做编辑日历的时候 也可以选说我这件事情 我是要加在哪一个日历里面 所以会对我们组织的运作 大家的沟通会真的会非常有帮助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日历的功能 里面还可以放文件 这边可以新增附件 而且还针对这件事 你还可以要求某些对象 你可以通知它 所以你可以把它Gmail打在这边就可以 所以这些共用的方式 我想这种很忙碌的时代 如果身为兼行政的老师 一定得要很清楚的了解 好那我想今天的时间 时间的关系 大概就讲到这边了 好 好谢谢文盛 文盛刚刚提到的那个 日历的部分其实有新版的 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一直没有切过去 那切过去新版的看起来 有稍微漂亮一点点 因为人总是黏着 而且它里面有 那个像刚刚那个新增附件那个功能 好像是要自己要去装 装其他的那个 那个park in才可以 现在它已经 变成原来就有的功能 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那今天非常谢谢文盛 他给我们介绍 我觉得前面那两样 那个照片批字处理 还有那个资本成果的报告书产生器 这个对有兼任行政的老师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大家如果学起来的话 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就像文盛讲的 不要把时间浪费 美好的生命装备在这些成果的制作上面 那至于云端合作的那个工作术的部分 我想每一个人应该都有不同的工作习惯 过那个Google日历是确实 大家可以试试看 你在不同的团体里面都有不同的那个形式 那用起来的话 你可能会比较不容易去忘记事情 那今天晚上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谢谢大家的光临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认真 那也谢谢文盛 抱病为我们讲课 希望你可以帮助 不要太早 谢谢大家 上个礼拜看到新北市金山科长那样子 我觉得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慨 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 才可以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好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越南kamish 额